明知道男人已婚 有家有口的 还靠近男人 没有边界感的女人在想什么呢 首先 无论他看起来有多无害 这种人绝不是好人 因为他不懂得礼仪廉耻 很多男人觉得 人家又不要我的钱 又没对我怎么样 就是陪我聊聊天 还帮我排油解烂的 这人多好 就算想有点什么 男人觉得他也不吃亏 你把这种女人想得也太单纯了 女人靠近男人 无非就是感情物质精神需求 不管是哪一样 都能让你的家庭支离破碎 一旦沾上 就是不死也会脱成皮 忠诚是夫妻之间最后的底线 在没有碰这个底线之前 无论这对夫妻 关系怎么大早大闹 怎么冷淡 即使没有夫妻生活 他们也是很难分开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婚姻里的忠诚 是对于一种 简单生活的自我保护 是维系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 一旦碰触了这个底线 夫妻关系就会变得唯唯可击 感情必然会走向破裂 千万不要低估背叛所带来的伤害 他对一个人的摧毁远不止于感情 他还伴随着谎言欺骗 伴随着人性之恶 以及身体上的风险 所以请记住 夫妻之间可以不爱 但请别伤害 不是你的女人 不要去撩 不要自我欺骗 信任一旦崩塌 很难重建 哪怕破镜重圆 也会有一道伤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